他拍一部電影花了12年的時間 欸真的很屌欸 這部太猛了 怎麼會有電影上映的12年 你不覺得很生氣嗎 Holy Share 哈囉大家好我是Sherry 今天要來Holy Share就是 低成本但是賺超多的電影 一起來看看你有哪些看過的呢 在影片開始之前 請按右下小訂閱我們 記得開啟小鈴鐺 讓也播出過精彩的影片喔 首先第13名的電影就是 年少時代 雖然說是低成本的電影 但是導演卻花了12年的時間 從男主角6歲 一直拍到他成為18歲的青少年 太厲害了吧 12年 他拍一部電影花了12年的時間 而且年少時代這部電影 可以說是沒有腳本的 完全是根據演員的人生發展 來構想每年要拍的畫面喔 看完電影都覺得自己 雖然說這部電影成本也很低 只有400萬美元 但是也因為這個前所未屆的電影拍攝手法 還有許多名人 像是歐巴馬 還有超多獎項的口碑推薦 最後也獲得了4400萬美元的高票房 和成本400萬比起來 整整發了11倍呢 但你不覺得他這第三張照片 長得很像怪奇物語裡面的那個女生嗎 好笑喔 好笑喔 好好笑喔 -好笑喔 -好像可以用鋪鋪鋪 -你也不想要鋪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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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鋪這個 我覺得太過癒了 普遍的人都覺得 電影最後告訴觀眾的道理太弱了 有點眼高手低的感覺 因為他前面的那種鋪陳是還蠻好的 結局有一點辣殘而已 有點可惜 但是其實我覺得他的配樂都蠻好聽的 我很喜歡他的配樂 很加分 因為是愛情小品 所以成本只花了250萬美元 但是票房卻高達3500萬美元 整整賺14倍呢 一段時間 仍然不認識 仍然不認識 我們要離開 再來是經典片 奠定勞伯迪尼洛影壇地位的計程車司機 這是第一部描寫戰後症候群的人的一生 主角是一個從越戰退伍的軍人 開著計程車在社會底層生活 反映了很多社會黑暗的真實樣貌 這部電影在當時的年代可以說是轟動了影壇 因為最經典的就是在片尾 砰砰砰的畫面了 真的是充滿視覺衝擊耶 但是也因為這個畫面太過真實 所以直接被列為R級電影喔 R級就是限制級電影的意思 像是小丑啊 還有死士啊 都是R級的電影 那計程車司機這部電影的成本呢 只花了130萬美元 但是因為手中的口碑很好 所以票房就高達2800萬美元這麼高喔 而且加上通貨膨脹的話 當時的這個票房真的是超驚人的 -你跟你說話嗎? -我已經睡著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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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來第十部就是愛情不用翻譯 大家不要以為史嘉莉調安森只是一個美女 她還是一個超強演技派 聰明又敬業的女演員喔 當時演這部電影的她只有17歲 電影故事發生在日本的東京 然後男生是過氣的演員 女則是平凡的人妻 在異鄉認識之後 因為心裡的孤單 然後產生了一段微妙的感情 演員們心裡的情緒表達以及轉折 是這部電影最大的看點之一 整部電影的成本除了在日本取景之外 其他幾乎都是靠演員精湛的演技 來傳達電影內容 所以成本僅花了400萬美元 也因為口碑很好 所以票房高達1.19億美元喔 -我給你選擇嗎? -沒有 -你笑了 -我笑了 -是,是完全失敗了 -我從來沒看過 -我會用我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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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來第九名恐怖驚悚片 國定殺戮日 是在講美國頒布一個法令 在每年的3月21號 美國人民會有12小時的時間 可以合法殺人 哇哦 這個制度是因為政府為了降低失業率 讓美國經濟繁榮 所以社會必須要定期大掃除 將低族群的人給清掉 這部電影用了新題材 反諷了現代的社會 好像表面上說要平等對待不同的族群 但其實也是有錢人在操控一切 當初這個電影一出 很多人就對這個電影的題材十分期待 整個抓到現在人民被社會壓抑的心理 以及想要吐一口氣的心態 最近那時候在美國上映之後 不僅拿下了首周冠軍 更是以300萬美元低成本 直接翻了30倍賺進8932萬美元的票房 榮登是2013年投資報酬率最高的電影喔 -我們目標是在你的家裡的目標 -你需要找他一小時再給我們 再來第八名是輕鬆愛情喜劇 《紅韻當頭》 真的是一部很難得喜劇可以拿到這麼好成績的電影 劇情雖然很簡單 就是一個女高中生未婚懷孕的故事 但是導演卻讓焦點不是放在道德一體上面 而是從女高中生的觀點 以全新的角度去探討這些問題 劇情有趣而不沉悶 女高中生的演技也讓人印象深刻 而這部電影也口紅了男女主角 麥克賽拉跟艾倫佩基 成本雖然說花了750萬美元不算低 但是因為演員珍妮佛加納 還為了降低成本不惜的自砍酬勞 最後票房也賺進了2.3億美元喔 - 只是告訴他 - 我已經生了 - 誰是父親? - 是Polly Bleaker嗎? - 是Polly Bleaker嗎? 再來第七名又是一部百大經典電影 由傑克·尼克遜主演 故事大概是在說一個小混混進到精神病院的經歷 那整部電影幾乎都是在奧勒剛的精神病院拍攝 所以成本大約花了300萬美金 不過除了上映之後的口碑不錯之外 也因為這部電影在瑞典上映的時間長達12年之久 所以票房直接翻了36倍 高達1.8億美金 到現在都還是相當驚人的紀錄喔 怎麼會有一部電影上映的12年 你不覺得很生氣嗎? - 真是你心裡的 - 還有一件事嗎? - 神經病 - 你們都沒有任何而罵 - 你們都不能站在這地方 - 你們都沒有脾氣 - 要走出去嗎? - 你們覺得你真是神經病嗎? 在這部法國電影逆轉人生 在講由一個前科的黑人 到一個富豪家中當看護的故事 跟龍女演的 我就要你好好的有點類似 就是兩個陌生人相識到最後相知 並且發現自我的過程 這部電影題材輕鬆又發人省思 當時的影評人的口碑都是爆炸性的好 雖然成本花了1000萬美元 卻也爆賺4億美金 翻了40倍 - 好厲害啊 - 想想你們能夠工作嗎? - 你們有興趣嗎? - 我有興趣嗎? - 我有興趣嗎? - 你們有興趣嗎? - 晚安 - 麻煩你了 - 麻煩你了 - 嘿嘿嘿嘿嘿 再來第五部 想必大家都有看過 瘟子仁導演拍的讀魂劇吧 先說視覺效果上真的是很嚇人 好可怕 然後讀魂劇的電影成本 雖然說只有120萬美元 但是對於好萊塢的市場來說 真的是一個很小的數目 它的成本定的原因之一 大概就是因為大部分的畫面 都是在毛骨悚然的廁所吧 這部片成功的地方就在 隨著劇情的走向 雖然很多更恐怖的畫面沒有拍出來 但是還是可以很簡單的 讓觀眾想像出這個角色會發生什麼事情 但厲害的是你永遠不會知道 幕後的兇手是誰 所以反而會激起觀眾的好奇心 最後也獲得高於成本46倍的 5518萬美元的票房喔 為了省成本 所以沒有拍出那些恐怖的畫面 - 哈哈哈哈 - 哈囉 阿拉克 - 壞丸 阿拉克 - 阿拉克 阿拉克 - 阿拉克 阿拉克 - 我想玩一個遊戲 - 這些人們都很不忍慕 - 要生存 - 但不是你 - 再也不再 - 阿拉克 再來第四名是另外一個票房破譽的浪漫喜劇 - 我的希臘婚禮 這部電影描述了不同文化 種族 宗教的兩個家庭 因為婚禮互相爭執到後來包容的過程 當初因為票房超好 所以在美國上映了將近六個月 每一週都在前五名喔 那這部電影成本五百萬美元 票房賺了74倍 3.6億美元欸 欸 超強欸 - 但我從來沒有看到我的妹妹太開心了 - 如果你聽到她 我會殺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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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欸 伊安 你就知道她有多厲害了 2018年上映的月光光新荒荒 就是1978年這部電影的續集喔 還有這個音樂 喔 你聽到就覺得很恐怖 這部電影把義大利當時流行的 千皇電影元素帶進好萊塢 變成砍殺電影的開端 千皇電影就是指包含 犯罪神秘驚悚恐怖為題材的電影 而且那時候製作小組沒有經費做主角的面具 所以他們直接去道具店買了 《星劍迷航記》影集裡面寇克劍狼的面具 然後把它塗擺 但沒想到這個形象設定就這樣維持了40年 而且女主角的服裝設計 省到只花了100美元欸 3000塊 哇 真的是很會省欸 也難怪電影全部的成本只花了30萬美金 票房卻爆賺了 233倍高達7000萬美元啊 再來第二名就是惡夜叢林 這整部片完全是用一個業餘的方式在紀錄過程 導演用第一人稱的視角讓觀眾 從攝影機中看到的男主角紀錄一切的畫面 雖然說這個拍攝的手法實在是很少見 但是電影中利用人對黑暗以及未知的恐懼 加上畫面又不夠清晰 居然可以比一般普通電影更有逼真的效果 讓一堆人看得毛骨悚然啊 而且因為在森林裡拍攝出現的角色也很少 所以成本僅花了超級小的6萬美元喔 但是票房卻賺盡4133倍的2.48億美元 主要原因是因為當時他們的廣告行銷 利用網路上面釋出了內容模擬兩可的假新聞 營造出這部電影是真實世界的恐怖紀錄片 所以也非常成功的在上一之前造成了話題還有討論度 這個行銷手法也被電影廂視為經典的行銷策略之一唷 好厲害喔 好聰明喔 - 告訴我你哪裡啊 - 我可以看到你 - 我很興奮了 - 謝謝你 - 我很幸運 再來第一名就是 《靈動鬼影實錄》 沒錯 前三名都是恐怖的驚悚片 那這部電影的拍攝場地其實就是導演自己的家裡 所以根本不用場地費 而且拍攝七天就拍完了 那電影的畫面幾乎都是用家用V8拍攝出來的 所以沒有喪屍和怪獸等恐怖的特效 反而是專注在氣氛的營造 而且女主角的片酬只有500美元 其實蠻少的耶 最後電影的成本僅花了1.5萬美元 但卻因為上映之後太紅 所以票房高達1.93億美元 直接翻了一萬三千倍耶 OMG 翻起來 是美國至今投資報酬率最高的恐怖片 欸這個很屌欸 這部太猛了 那這裡呢就要來跟大家說說 為什麼鬼片的成本都這麼低 那是因為鬼片通常不會請一線的演員來演 為什麼呢 第一就是因為電影人認為 演恐怖片的人通常不需要什麼特別的演技 你只要表現出 很驚恐的表情就可以了 第二個原因就是演員長得越大眾 觀眾會比較感同身受 就好像會發生在自己身邊的故事那種感覺 所以一般來說都不會用太有名的明星 來當恐怖片演員 不過還是很多現在很紅的演員 在一開始出道比較沒有名氣的時候 就有演過恐怖片喔 而且恐怖片通常演員的衣服 都是最普通最簡單的款式 場景也幾乎是無人的郊外或者是恐怖 所以不需要很貴的場地租借費 而且金總片在大部分專業電影人的眼裡面 算是比較偏娛樂價值的電影 簡單來說就是得獎的可能性比較小啦 所以製作團隊也不會想要花太多的成本 不過喜歡恐怖片的人通常都會到電影院報到 所以票房也都會很亮眼喔 好啦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以上這幾部低成本高票房的電影 你們看過哪些呢 歡迎在下面留言跟我們說喔 那喜歡我們今天的影片 也請按右下角訂閱我們 也可以訂閱我們的網人365 也可以訂閱我的IG唷 哇 好啦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美嗎 美美美 好美 再來第八名是 輕鬆愛情喜劇 紅玉當頭 我剛說紅玉嗎 電帝女 好難念 再來是經典片 電帝勞尼 老伯迪尼 老伯迪尼洛 電帝勞 電帝老伯迪尼 電帝 我要演恐怖片 好 那你來 想看超賠錢的電影排行點這邊 想看好萊塢明星說芭蕭中文的點這邊喔 這個超好笑 我超喜歡這個 要不要看一下 為什麼要要拿著你的集群 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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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